做客遇到哪種突發狀況最尷尬 A 主人跟另外一半吵架 B 有人喝ㄎㄧㄤ 還賴得不走 A還是B呢 來 請舉牌 這還用選嗎 這一定是這個吧 他會持續很長的時間 我就是碰到我有個女生朋友 她每一次一喝ㄎㄧㄤ 她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招數 但那一天她綜合了所有招數 就是她就是 她真的是錯亂 她就是一會以為她在她爸媽家 一會以為她在她男朋友家 一會以為她在上班 一會以為她還在錢櫃 對 所以她在邊喝 她就突然想突然這樣子 真的 叫什麼媽的多重什麼 對 宇宙 多重宇宙 你知道她就突然這樣子說 爸 媽 我回來了 然後我們想說 妳在我家耶 我回來了 我今天很棒 我今天有上班 有 好啊 好啊 然後突然一會兒又 Baby 青青 啾啾啦 啾啾 啾啾 她說啾啾 等一下 她真的是惡看嗎 是不是在她那廟裡啊 這個只有 對 切在我家 啾啾的地方才會看到 對 沒有 她真的是 沒有把她的眼睛蒙住 對啊 她怎麼會在關過 她看黃昏有沒有 她突然就對了 阿中 阿中 你找媽媽不會痛啊 她噴 然後又換個地方 然後那個雨傘就來講 對... 阿昏... 不要再找我啦 你給我 比較安靜一點 噗 小孩 小孩 你怎麼又來了 對 你怎麼會 但是一個明明 你多少歲啊 你多少歲 但是我滿確定的 我朋友絕對不是想說 他第一次愛吹 他只是在公平一起吹 對 因為他就是一直在那邊鬧嘛 然後其實鬧最長的是 男朋友那一段 一直 Baby... 你愛不愛我 Bee... 一直這樣子 我想說 那找到人了 至少找到一個對口 我們就趕快打電話給他男朋友 就叫他男朋友來把他帶走 後來據我所知 原來是因為 他們兩個差不多快分手 所以才會一直 情緒很大 對 喝鏘的那個人 你怎麼對他不會記得 可是如果是主人兩個人吵架 他們會要你評理的時候最可怕 因為你必須要有反應 我之前有一對夫妻朋友 然後他們是我介紹他們認識的 然後他們長跑很多年結婚的 然後有一次他就邀我 去他們家做客 然後意思就是說 我是他們的媒人 然後就是以感謝我的名義 邀我去他們家 然後可是一坐下來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女生 可能本來就有很多的不滿 他也是喝了兩杯之後 也是要跟我訴求一些事 他就先講說 刀你啊 刀你害的 你害我進入婚姻的墳墓 就罷了 然後我就 我說完了 這個算也不對 這個開始就應該 今天晚上不好過 有點是吉利 然後我就也 我就說 可是你們很適合啊 你們是不是怎麼那麼 很開心 狼仔女貌 對啊 狼仔女貌 然後我就是覺得你們很合適 我才會介紹你們認識的 你看你們長跑這麼久 最後結婚 我已經講了一堆 我已經不知道 我在說什麼了 然後結果 這個男生一開始都安安靜靜 安靜都不說話 然後呢 可能被 刀到一個極致 覺得很沒面子嘛 他就說 要來是不是 你確定要再講 然後我說 然後我就在旁邊看 我很尷尬 他說 張愛 我跟你講啦 他最近跟他前男友 已經暧昧大概四五年了啦 四五年 我通通都知道 你憑憑禮 到底是誰嫁給誰 還是我娶他娶錯了 然後我就 而且 客人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 憑禮 是怎麼憑 妳講男的也不對 講女的也不對 我講女的也不對 然後重點是我不誇張 他們兩個真的就會這樣拉我 妳說 然後他們就 妳給我說 妳說 然後我就在旁邊 然後妳的衣服被拉成兩半了 還沒 可是我真的就這樣 我真的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然後我就看他們說 我說我覺得 你們要不要自己聊 那我先走好不好 他說 不行 你今天就是要平平的 你要先說一句公道話 才讓你走 那怎麼辦 最後剛好是我媽打電話來 我說媽好 好 那我先走了 我的ending都沒end 我拿著包就好 我們碰過那一種 老公比較木鬧 老婆一直罵 那怎麼沒腳痠 一直罵罵罵不停 你知道男人也是 狗急會跳牆 你把他逼急了 他那個一杯那個 那個紹興酒下肚以後 他頭低低的 老婆一直罵 已經罵了十分鐘 我們在旁邊尷尬嘛 那老公突然 跟我小小說寫的一樣 就突然上身了是不是 你不要再罵囉 我要反擊囉 還先浴缸 那老婆氣焉更強 反擊啊 你反擊啊 你勾在土豆醋想念啊 那個老公說 媽的咧 你這個 沙漠聯盒 什麼 多人一陣沉默 大家交頭戒耳 什麼是沙漠聯盒 什麼是沙漠聯盒 對啊 東大 無水 哇 我天啊 真的假的啦 你怎麼可以 是嗎 Oh my God 沙漠聯盒 洞很大 因為它要吸水吸不到 洞就被撐大了嘛 用乾乾的嘛 所以沙漠聯盒 洞到無水 這個一朝必命 他老婆不唸了 他哭吧 傳來 傳來 剛剛的 出我氣聲 大家默默的收包包 然後頭低低的走了 所以自己聽的是嗎 我真的有遇過那種 就是去人家家裡吵架的 那種很尷尬的 就是 而且我那時候還帶著我老公 帶著我小孩去 一去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在講了說 依依 我跟妳說 妳來得正好 我跟妳說 妳來看一下冰箱 到底誰的東西比較多這樣 然後她婆婆 她婆婆就說 妳不要每一次 東西沒有吃完就買 他們兩個就因為這種事情 在吵架 然後呢 我其實就有點尷尬 因為其實是因為我去 所以我知道我朋友才買菜 買什麼東西要來招待我們的 所以我這時候就不知道 幫誰講話 然後呢 她老公跟著一起罵我朋友 是說 妳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妳在客人面前 留給我媽一點尊嚴好不好 妳不要在客人面前 這樣跟我媽大小聲 我覺得這樣真的沒禮貌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朋友就 火就整個上來了 她就說 這個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了 每一次妳媽媽來就 就是要開始丟我冰箱的東西 她這裡有很多過期的東西 為什麼都不丟 然後後來就吵到最後 然後我就 我想說到底該怎麼辦 我和我老公就想說 不要吵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今天就多吃一點 我單個小孩的食量很大 我們就盡量把人家吃光 我們就叫白雲來嘛 對 白雲子一樣變小了 她缺胃了 對 她不行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在被打圓場 說沒關係我吃 我吃 吃不完的我打包回家什麼的 後來結果他們還是沒有要停的意思 然後他們就說 一 我跟妳說 我們今天就把所有冰箱都一清出來 我們就來數 天啊 我就在那邊都流著汗 然後真的在那邊幫他們數 這個是婆婆的 這個是我朋友的 那邊數 數完之後 我真的都累了 我覺得 我就找藉口 趕快說 我小孩好像也吃得差不多了 其實我們 也下午有一些自己安排的活動 然後我們就趕快走了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VCR跟數據 做客遇到哪種狀況最尷尬 聽聽QL怎麼說 這題我的答案是A 主人跟林伴吵架 因為有一次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舉辦一個生日拍 然後男女主角 就是情侶 他們兩個都是我的朋友 我一進門的時候 就看到兩個人已經在那邊吵架 我開始就覺得 他有點尷尬 結果我又聽到他們的對話是 男生來請了他的前任來參加這個Party 然後覺得女主角已經很生氣 都已經快哭了 前任就真的進來了 進來之後女生當然就直接氣爆 就直接 奪門而出 那我就只能在那邊 不知道要怎麼說要離開這樣 結果後來就是變成超尷尬 那天我記得應該也沒有玩得很開心吧 我選A主人跟另一半吵架 因為有一次我們去一個好朋友家 然後他的 他的老婆就會一直吩咐他先生 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去那邊幫我拿個東西 或者是你去把桌子擦一下 那個碗收過來 然後最後還跟他講說 你去冰箱拿一下那個 那個配菜出來給客人吃 結果他老公就當下很生氣 就把那個配菜拿出來大力一倒 然後結果他們兩個就當場在洗 那個飯桌上炒起來 當下我們真的是超尷尬的 根據調查多數KL投給了A 主人跟另一半吵架 得票比例74% 你覺得正常嗎 好 所以大部分都選A 選B的不正常 請噴 男生不正常 對啊 所以我就是一個 不正常的人啊 對啊 你已經兩個不正常了 對 還有什麼讓人家很尷尬的 朋友的媽媽穿得很清涼 妨礙到你 就是對 因為我有個朋友的媽媽 她自詩是辣妹 所以她現在已經60出頭了吧 她都還在穿像這樣子的衣服 平常出門 就是老奶奶 出門就穿這樣子 當然她身材也確實還不錯 也是事實 但是你知道雖然我們就是 大家都是朋友 去到家裡看到長輩 眼睛都要看哪裡 很尷尬 而且你知道那一天她來是 一到她一回來她就說 你們聊 你們聊 今天外面好熱喔 我先去洗澡 我們想說去洗澡 她就去洗了澡 出來她穿的那種 細肩帶背心 很短的熱褲 然後她還覺得說 有外人在 照了一個小外套 可是那個小外套大概就是 一直都是這樣子 因為照不到這裡 因為她身材很好 所以小外套會一直這樣子 往外延伸 重點是 她沒有穿內衣 我們真的超尷尬的 因為是媽媽 對 是媽媽 老奶奶沒關係 不是 你是長輩 長輩你平常幹嘛用長輩 來跟我們對話呢 對 我們就是看你是長輩 但我們沒有要跟你的長輩對話 她的衣服是那種透透的 就是看得到顏色 就是很薄的針織 淺粉紅色 所以她 你說她的是淺粉紅色 衣服是淺粉紅色 妳看得到很細 我跟你講 比如說像壯壯 穿這樣的衣服 她太太就穿這樣的衣服 然後呢 她太太很喜歡用左手去撈 頭髮 這樣子對不對 右手去撈左邊的頭髮 對 頭髮 這種 這樣子 對 來 妳再做一遍 妳用另外一隻手做 對 好 妳就停在頭上面 快點 OK 好 她一直做這個動作 我問妳 她不刮毛 有嗎 現在還有人不刮毛 因為她是那種自然派的那種 原派是這樣子的 好原派 會不會是想讓大家猜成語 對 什麼 異毛不拔 對 地下如何 對 地下如何 欸 妳們會不會不舒服 會 會啊 我也有看過這樣子的 然後妳覺得她是很濃密的 不是 她不是兩根而已喔 她是跟男人一樣的 我們男生可以回擊嗎 把拉鍊拿掉了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